一百九一斤 一百九一斤 那也够贵的呀 对呀 里的什么都有 肉 寄鸟 蓝涌 这都得吃啊 虾米 完了以后 鸡蛋黄 花生米 大爷准备的这个鸟食 您以为就这些吗 一共需要食材 十五种之多 听听大爷怎么说的 您这是什么鸟啊 红子 红子 瞅瞅 这小吧这鸟 小不好养的 吃什么呀平时 里的什么都有 肉 寄鸟 蓝涌 这都得吃啊 有吃这么多呢 完了以后 这都得给打成面 哦 打碎了 鸡蛋黄 花生米 棒子面 都得给打碎了 掺在一块 拿那鸡蛋黄 搁那棒子面 给和了 和了完那个 搁蒸锅里蒸也行 搁那铁锅里 靠给它靠熟了 靠干了 这么难养呢 你以为呢 还得给虫 给玉米虫 一天就一块五 就光这点食是吧 不是 给虫子就一块五 虫子就一块五 嘿 那这不少吃啊 刚给的鸽子黄瓜 你看 出手了 喜欢吃热的 不 吃黄瓜去火的 就跟人似的 这里都有 胡萝卜 胡萝卜 给它晾干了 把食器晾干了 晾干了 完了以后 锅给它炒一下 晾上厕干的时候 打成面 给它掺了一点 人都吃菜 甭说鸟都可以吃菜 什么黄豆面 豌豆粉 豆腿 瓜子 瓜子仁 这太复杂了 对啊 复杂你养着玩意儿 太复杂 也是吗 就喜欢这个啊 吃不上给它俩瓜子吃 怕它长那水嘴 水嘴什么呀 水嘴那个嘴 这嘴上头 就跟那鹰嘴似的 知道吗 勾了是吧 勾了 不能让它长出那玩意儿 咱回头 拿茧子一脚 脚不好就把舌子给搅了 这学问真大 您这养多少年鸟了 养了将近三十年了 您今年高手 六十多了 三十多岁得开始养 您这老行家了 这小鸟几岁了 今年五岁了 养五年了 对 今年继五年 这从小一直喂的大 是吧 对 从小一点 拿那羊鲤 牛鲤给钱大的 还吃肉啊 从小时候就去喂肉 喂完肉完了以后 钱子差不多二来煎足 给它蘸成念石 的味道 让它自己认识这个石 到时候它自己就吃那石 你也蒸背着那鸟里 也得给它弄那虫子 虫子给它搅两半 给它搁了一刀 它回来饿的时候 它就上里多那虫子 不是就占那面吃了吗 它就认准这个鸡鸟石了 有这学问真真大了 我还不知道养鸟还这么多事 这么多学了 还几六呢 养鸟的 有的人都养着慢着五六十年了 说到不一样的 养鸟跟养鸟的说到都不一样 真是回玩儿 我真的不做这个 我是自己买的 买现成的了 现成的 一百九一斤 就人家等于给货好了 货好的 对 里什么都有了 一百九一斤 够贵的呀 对呀 这计时啊 就是四里都能吃 中时 春时 下时 休时 那这一斤能吃多少呢 半斤一斤 三个月 买这个一百九一斤的食物 就不用给虫子了 人里的肉什么的 牛肉 牛肉粉什么的 人什么都有 这搭配好的 对 但是音的不还像 好像养鸟就听 听它那个叫声好听是吧 像养四里 一的音 一的鼓 像养红 一的鼓 一的鼓 鸡鼓 反正这个鸟 最多了十二口音 十二个音了 一般的都差不多也就 还提供各音 那它是天生就会吗 还是得学呀 就是拿那个盘放 哦 它听也学是吧 人家挡起来六点多钟就开始填 你从冰箱拿出那肉来 你给它量不凉了 才能填 你要给它拿冰箱拿出来 填它一会儿就瘫了 不能吃凉的 那您这个能叫几个音啊 我这个叫五个音 五个音也不少了 没想到羊鸟还有这么多学问 您学会了吗 您还知道哪些规矩呢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